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领导者究竟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失去对团队的领导和控制 我们从王伦的教训中又能获得哪些管理上的启发和帮助呢 北京邮电大学赵玉平博士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水浒智慧第一步 梁山头领那些甚至王伦的出路 大家都听说过一句俗话 人无头不走 鸟无头不飞 他讲的是一个队伍当中这个带头人和领导的作用 各位这领导不好当啊 首先上台得有神器 第二 坐在台下你得有底气 什么叫底气呢 其实就是解决好这么两个问题 第一 你知道当老大 这个本钱是什么 第二 你相信自己当老大 有这个本钱 只有做到这两点 那才算有底气的领导 如果这两点有任何一点做不到呢 最后这个领导就会当得很痛苦很纠结 甚至会身败名裂 那有人就觉得当老大凭什么 凭两条 第一 资格得老 第二 本事得大 很多人都有这个逻辑 我一定要成为团队中本领最大的那个人 我才能当老大呀 于是呢 这种思维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领导方式 叫做衰退领导 什么是衰退领导呢 你看 五大郎当领导 他怎么当 五大郎一定要做团队中的老大 我个子最高 我本领最大 于是五大郎身高一米五 二级经理一米四 三级经理一米三 门童一米 五大郎是全公司个儿最高的 工会组织活动 五大郎打中锋 外号叫小姚明 人人敬仰 各个佩服 这典型的就是衰退领导 所以实际上呢 当领导啊 不一定非要在专业能力上 比下手强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他就一定会走到死路上去 王伦 就是 这样走到死路上去的 王伦自己的逻辑就是 我是一个秀才 我文也一般 武也一般 那我的队伍当中一定不能出现比我强的人 那万一出现怎么办呢 赶紧找各种理由把他们打不走 所以等到朝盖 无用 这七条好汉上梁山的时候 可把王伦吓坏了 这七个人都比我强 那赶紧必须想办法把他们理诵下山 所以王伦的这种思路和这种做事风格 最后给他带来了灾难 那么我们今天呢 给大家讲讲 在这场灾难过程中 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有哪些问题呢 值得我们分析 按照这个史料记载啊 王伦这个人是确有欺人的 宋史上记载说 王伦是宜州的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 王伦的形象是喜欢穿白色的衣服 所以外号叫白衣袖是吗 长相也很清秀 而且提笔写字张嘴吟诗 是一个比较风雅的人 在这群五大三粗的江湖好汉里边 王伦算一个另类 那这么风雅的一个人 他为什么会走到死路上去呢 小时候我看过一本莲花画 名字叫火病王伦 那时候不太懂啊 不明白什么是火病 看这病字就以为是饼呢 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明白了 什么是火病 窝里斗 自己人整死自己人 那就更不明白了 王伦是梁山的开创者 第一任领导人 整个公司的底子是王伦打下的 品牌资产是王伦创建的 那你作为第一任领导人 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 没有苦劳总有疲劳吧 没有感恩总有感动吧 没有感动 他总有点感想吧 为什么后来他就被自己人给整死了呢 当时就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运用一些管理学 心理学或者组织行为学的想法 方法 回过头来再看王伦这个团队领导 就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 他必须得死 他不死是不行的 以他这样的领导风格 在梁山团队中 只能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命运 那王伦在这里边呢 有一点特殊的领导方式 值得我们注意 他不是个狭义之士 他是个狭隘之士 王伦的狭隘就狭隘在 他不能容忍手下任何一个人 在专业能力上比自己强 一旦发现这种人 必须要想阴招损招把他淘汰 我们说要守住权力 要守住荣华富贵 就一定要用正招走正道 只有用正道才能守住荣华富贵 这个叫积业长青 如果用歪招损招 成得了一时 成不了一世 而且早晚会出事 这王伦守护自己权力 有两个阴招 第一个叫选庸人提升自己 《水浮传》第十回 这一章叫 《诸贵水厅师号见临冲雪夜上梁山》 说大英雄豹子头临冲 在山神庙首任了仇人 顶风冒雪 来投王伦 因为有财大官人的书信 这个财大官人 是水破梁山的主要赞助商 有赞助商的书信 支持王伦心响 好了 这人我就收了 而且收了这个人 说不定还能再拉一笔赞助 王伦准备要收留林冲 没想到林冲在王伦面前 就开始自我介绍 一张嘴 八十万进军教头 首任仇人得罪了太尉高求 犯了人命官司 是穷来头 说着说着 王伦心里科就翻了个儿了 王伦心想 我就是一个落榜的秀才 换句话说 没考上大学 这么一个落榜生 我手下有两个干将 一个杜谦 一个宋万 这两个人 他也是平庸之辈 那杜谦宋万 这两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 大家只要看绰号就可以 杜谦的绰号是 摸着天杜谦 宋万的绰号是 云里金刚宋万 这俩人共同的特点 就是个头高 人高马大的 水破梁山篮球队 一队中锋 二队中锋 一个摸着天 一个云里金刚 就是个头高 他没有什么别的特点 所以王伦算计 如果这林冲来了 以他的名气 他的武功 他的脾气 他的影响力 万一他闹起来怎么办 他夺了我的权 我就死无葬身之地 因此王伦决定 想什么办法 也不能让林冲 留在山上 王伦的借口很简单 我这个地方 房子也少 粮食也少 你留在我这就耽误了 不如另谋高就 最后林冲说 走投无路 没有什么去处 看着财大贵人的面上 您就留下我吧 那王伦给射了一套坎 说你去山下杀个人 取个投名状来 我再留下你 结果林冲取投名状 又引出了王伦的 第二个管团队的 阴招损招 叫做造内耗增加权力 林冲下山去取投名状 迎面正碰到 青面兽杨志 林冲和杨志就动起手来 一个是八十万进军教头 一个是金刀老令公的后代 将门胡子 两人打得个难解难分 王伦在山头喝彩 上山虎遇到下山虎 王伦的贺彩并不是因为两个人本事高 王伦的贺彩是因为 这两个人要都来我团队 没事里边掐着打着 你攻击我 我算计你 我居中调停 这我不就有权力了 其实啊 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 王伦可能还没那么狭隘 但是在领导岗位上 他不得不狭隘 因为王伦就一直没想明白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专业不强到底能不能当领导 你看我们很多人都没想清这个问题啊 比如说 这个讲课要讲的不好 能不能当校长 卖货要卖的不好 能不能当老板 手术做的不好 能不能当院长 车开的不好 能不能当这个车队的负责人 这很多人都觉得不能啊 你专业能力不强啊 可是 最新的研究发现 专业能力不强 其实也可以当领导 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 现在的管理理论认为呢 权力有两类 一类叫职位权力 就是你的位置 给你带来的权力 你的面临的制度环境 给你带来的权力 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 有胡萝卜 有大棒 有枪杆子 有笔杆子 有舌头 有拳头 这都叫职位权力 还有一种权力 叫个人权力 它是你抓住职位权力的本钱 包括两大类 一类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 专业能力 练武的有武 学文的有文 这叫专业能力 那如果没有专业能力呢 还有另外一种个人权力 就是自我修养胸怀境界 如果这一点做到位了 专业能力差一点也没关系 所以实际上呢 王伦呢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他可以有一条出路的 就是提升一下 自己的个人修养 提升一下 自己的胸怀境界远见 比如宋江 他专业能力也很一般 文也一般 武也一般 但是后来当领导 当得挺好嘛 我们给宋江当领导 就总结三条 胸怀 远见 宋公明 宋的公宋的明嘛 如果 王伦走宋江的路线 其实呢 也还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感叹呀 理念 他决定管理的高度 胸怀决定管理的深度 对关键问题的把握 决定管理的持续度 因为王伦对这个关键问题 把握的不好 所以他这个管理 就持续不下去了 那么在 王伦跟林冲的交往当中 风险并不大 因为林冲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人 但是王伦跟朝盖交往 就不一样了 朝盖是一群人 面对这么多人 王伦的心啊 腾腾打鼓 都没底了 他大脑一片空白 面对这么多人 都比我厉害 我怎么办 其实啊 一个领导 他应该有的思维 是这样的 就是 我没有能力 可是我有能人 我能力不增长 没关系 我能人增加了也可以啊 一个人的强 是小强 大家都强了 那是真强 如果 光想自己强 不想让别人强 这就是光头强 一定会走到绝路上去 所以王伦的问题 都是因为 他的才能 跟他的权力不匹配 他的修养 跟他的位置不匹配 这个问题 才是个大问题 那有人就说了 王伦怎么出路啊 王伦得练武功啊 比如说去光明顶 华山之巅 加入古墓派 练练奎花宝典 下点狠心 这王伦肯定不行 朝盖渴望祝货梁山 头领王伦 却百般推脱 那么他心里 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系列节目 水湖智慧 梁山头领那些事 指 王伦的出路 王伦的第一任头领 王伦的结局 无疑是一场悲剧 在现实中 因为能力和境界不足 而被淘汰的人 也比比皆是 其实能力不足的领导 未必就意味着 结局悲惨 这种人的出路 还是很多的 那么在赵玉平老师看来 假设王伦能够不那么狭隘 稍微聪明一点的话 其实他的人生 还是会有很多出路的 那么这些出路都有哪些呢 我们给王伦找到了三条出路 如果王伦听过我们的课程 他可能就不会死 所以学习也是很重要的 领导得持续学习 出路第一条叫做 突破边界靠境界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模型啊 说人生就像一个杠杆 杠杆的元素呢 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目标 比如说这边有一座大山 目标越大 这个杠杆价值就越大 目标提升了人生的价值嘛 所以第一个元素要有一个目标 第二元素要有一个支点 这叫外部支持 没有人支持你 没有贵人高人能人支持你 这杠杆它也起不了作用 第三个因素呢是 有了外部支持有了目标 您这得使劲努力 但求有心长自奋 何求他年不腾飞啊 但是在努力的过程中呢 这杆不能断了 这是第四个因素叫坚韧 有了目标 有了支点 有了努力 有了坚韧 这个四个因素够了 这个大山就有可能翘起来 但是在很多时候 玩命奋斗 使劲努力 我但求有心长自奋了 我自奋了 可是我也没腾飞啊 那山还是纹丝不动 这时候呢 很多人就开始咬牙切齿 费紧忘食 呕心沥血 其实啊 我们建议大家考虑第五个因素 就是把这杠杆加长 当这杠杆长到一定长度的时候 你轻描淡写摁一下 这大山可能就起来了 这个加长的因素 就是境界 所以人生像一个杠杆 它其实还需要第五个因素 叫做境界提升 只要境界提升了 可能一些原本看起来 非常不可能的目标 轻描淡写就撬动了 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 很多挑战性的任务 其实没必要呕心沥血 没必要费禽忘食 没必要玩命拼命 只要提升一点境界 它也就可以了 那在管理上边 我们所强调的境界 还是刚才说的 宋江身上的那三条 远见 胸怀 宋公明 懂得宋 宋的公 宋的明 这个就是境界 王伦有这境界吗 王伦没有 所以呢 在王伦的心目当中 他死守住一条 绝不让比我强的人 在我队友中出现 朝盖带着无用三软 刘唐公孙盛 来见王伦 一开始啊 双方聊得还不错 当听到朝盖说 智杰生辰刚 又说消灭了 追杀的官军 背着一身官司 来投梁山 这王伦心里可就 变了滋味了 王伦心想 这伙人比林冲更猛 比林冲更狠 我一定不能 让他们留在梁山 简简单单的 吃了个饭 应付了两句 把朝盖他们 就打发到 后厅去休息了 王伦这开始琢磨 我想什么理由 把他们给送走 朝盖这个人呢 是个后道人 回到了招待所 坐的屋里边 朝盖就跟这个 无用说 说你看 我们走投乌鲁来 投王伦 人家杀牛仔羊 大排酒宴 又送衣服 又送钱 对我们还真不错 这份恩情 咱们得懂得回报 无用一番冷笑 无用这个人 在梁山上 一直是用冷眼 在做热心的事 无用说呀 大哥呀 你可是没看到 王伦的面皮颜色 他说你看 一开始王伦 那是发自内心 很喜欢我们 可是当我们讲了 智杰生辰纲 讲了杀官军 这些事情以后 王伦变言变色 声音起伏不定 眼神飘忽 说明他动了心思了 他必然不会 留我们在梁山之上 因此无用就 安排几个兄弟 说咱得早做准备 把刀都磨快了 身怀利刃 随时准备 应付他给咱们 设局下狠手 这个无用这个人呢 看问题 看的是很准的 王伦没有静解 能力也相差甚远 面对强人 朝盖等人的横空出世 他没有丝毫准备 在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 连出昏招 最终遭遇悲惨下场 那么在一个管理团队中 其实领导者 未必就是能力最强的那个人 当身边出现 强劲竞争者的时候 团队领导 究竟该怎么做 才能够稳定住军心 带好队伍呢 王伦还有第二个出路 叫做能力不强 感召力强 一个没有境界的人 其实也可以当领导 只要修一点感召力就行了 那什么叫感召力呢 简单 就是通过管理自己的方式 去影响别人 那具体来讲呢 孔子有六个字 我觉得说感召力 说得特别棒 叫先知 劳之 无隽 什么叫先知 让别人做 我先做 让各位来加班 我先来加班 什么叫劳之 如果想让大家干 我先干 而且你们留一滴汉 我留十滴汉 这叫劳之 那我们在工作中就看到了 有些领导 让手下人来加班 辛辛苦苦 节假日 不回家不休息 自己呢 平时也不见个面 就花天酒地去了 这样的领导 肯定没有人支持啊 所以要有先知 要有劳之 最难做到的是第三条 叫无隽 什么是无隽呢 就是有热情 有信念 永远不表现出心灰意冷的样子 永远不表现出 伤心失望的样子 这一点是特别难的 我们看到现在流行一个词叫 吐槽 就是把心里的糟心的 烦心的 伤心的 闹心的 各种事情 跟旁边的人嘟嘟嘟嘟嘟嘟都说出来 这很多领导都会选择 没事吐槽 可是大家想 这 土多了以后 手下人的事业热情 工作的动力 它就没有了呀 所以我们建议 一个人呢 如果你要带团队 你得拿出你的阳光热情的一面 就仿佛是太阳照开水 一边灿烂着 一边沸腾着 领导得用形象说话 那形象就是号召力 形象就是影响力 那请问 王伦有这个吗 没有 既没有先知 也没有劳之 也没有无隽 在形象上的一些建设 他一点也没有 所以由于他的这种 号召力不足 所以王伦排挤英雄的行为 必然要遭到 手下人的强烈反对 并且有可能 会给将来的火病 埋下祸根 这是王伦没有想到的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没有号召力的领导 容易在关键时刻 被自己人淘汰 话说朝改跟吴用 正在屋里 算计着下一步 怎么办的时候 有人来报 说梁山头领 报子头林冲求见 吴用扑吃就乐了 说林冲来了 咱们就能留下了 朝改等人不解呀 说林冲为什么来了 咱们就留下了呢 吴用说呀 林教头跟他们这些人 不是一类人 他来了 必然有说法 必然有想法 我们跟他谈一谈吧 把林冲请进来 双方寒暄了几句 各自介绍了一下 自己的情况 接着啊 吴用就拿话 探林冲 吴用说 看着这个王伦头领 一副温和低调 李贤下士的样子 能认识他 我们可是挺高兴的 吴用也够昧着良心的 就这么硬说 王伦好 结果林冲把眼睛一瞪 说先生啊 你说的不对 我看王伦这个人 是个气量狭小 既贤度能之辈 你不要看他嘴上说的好 他心里没他说的那么好 你看 今天几位英雄来了 看到你们的英雄气概 和英雄行为 他就动了这个排挤之心 明日啊 且看他表现 他要是不让你们留在山上 我林某人自然要跟他有一番说法 这个吴用站起来 赶紧假装霍西尼 说林教头林教头 不要这样 不要因为我们几个外人 就伤了你自家人的和气 吴用说 可容计容 不可容时 小声等啊 登之告退 林冲说了一番特仗义的话 林冲是这么说的 先生诧异 古人有言 兴兴兴兴兴兴兴 好汉兴好汉 接着林冲 又说了一句特狠的话 亮这个泼男女 阿咋的畜生 忠作何用 这真把林冲给气急了 一看到林冲这个情绪状态 吴用心里有底了 最后吴用就看准了 火病王伦这件事情 全都着落在林冲的身上 请大家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消灭王伦这件事 一定得林冲做 阮小青不能做吗 刘唐不能做吗 朝盖自己不能做吗 他为什么要林冲做呢 火病王伦的庙 就庙在火病这两个字 什么叫火病 前面说了 自己人整死自己人 所以林冲杀王伦 那叫火病 自己人内斗 如果朝盖杀王伦 那就叫打劫 人家请你上山 好吃好喝 让你住在招待所 给你礼金 给你那个好处礼物 你上来把人家给宰了 夺人家的事业 这不符合江湖的规矩 所以呢 吴用已经算计好了 一定得有一个内部的人出手 让他们自己掐起来 等打完王伦以后 我们来收拾这烂摊子 这属于我到你家做客的时候 你家自己人打起来 打出人命来 我帮你收拾结局 所以在江湖上 要守江湖的规矩 在商场上 要守商业的规矩 我们每个人都要懂得 守规矩 然后呢 这个事业才能宽 前途才能广 每个人都得懂得 尊重规矩 这个人走的路 才能顺畅 才能是坦途 不能因为自己 有点权力了 社会地位高了 就开始蔑视规矩 不守规矩 这不行啊 所以呢 按照江湖规矩来说 火兵王伦这件事 必定由林冲来做 而林冲自己 也已经做好准备了 王伦晚上躺着睡觉啊 他都不知道 阴云密布 这个危险 已经悄悄向他袭来 很多掌握权力 有荣华富贵的人 每天活得很滋润 活得很得意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啊 那个危险 就已经逐渐地聚集了 所以我们提醒各位啊 真的要是有荣华富贵的时候 我们真得提高自己的修养 真得调整自己的行为 要不然这些荣华富贵 它真给我们带来一些 意想不到的灾难 王伦呢 面临着这么重大的危险 其实他还有一条生路 我们给王伦找到了第三条出路 叫做要有上下协同 先做上下认同 只要做了一个认同 王伦就可以不死的 那做认同怎么做呢 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啊 王伦面临生命威胁 其实他只要有认同感 是可以远离这个危险的 每一个团队领导 面临威胁的时候 他都有三条出路 第一条 你不敢打我 这叫让人怕的领导 第二条 你不能打我 我有资源有实力 这叫比人强的领导 第三条 你不想打我 这叫让人爱戴的领导 对于王伦来说 让人怕是不可能了 比人强也不可能了 他可以走第三条路 让人爱戴 让人认同 别人都不想要他命 这不就活了吗 宋徽宗召集 他是一个失败的皇帝 本宋王于他手 而他自己也沦为阶下囚 他是一个成功的画家 受金体独步天下 传世化作价值连城 宋徽宗的错位人生 是怎样开始的 画家 皇帝 阶下囚 跌宕起伏的命运里 充满了多少人生谜团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木 为我们讲述宋徽宗之谜 在人才极其的水破梁山 宋江身上究竟有什么样的独特气质 能让众多的英雄好汉 聚集在他这围呢 敬请收看水湖智慧 梁山头领那些圣誓 俘人的诀窍 作为秀才出身的王伦 虽然没有一身毫无意 但是如果有智慧 懂管理 善于团结下属 那也一定会赢得人心 即使不再本人领导 也一定会善始善终 一亚天年 那么经营梁山事业 时间不短的王伦 能得到大家伙的同情心 和认同感吗 他没有 所以最后你看 刀架脖子几百号人 在旁边看着 眼睁睁自己的团队被别人给夺了 自己的事业被别人给夺了 没有人替王伦说句话 死了都没有人替王伦叹息一声 所以王伦的领导力 他也算是弱爆了 关于火病王伦的这一段呢 水浒写的 它是很精彩的 第二天天亮呢 王伦这个人呢 他还是要面子的 读书人都有点要面子的心 他决定 李宋朝盖等人出境 准备了一个大盘子 里边装满了银子 摆了一桌好酒好菜 王伦笑声喝了 跟朝盖和无用就商量 说我们梁山呀 这个房屋稀少 粮食有限 恐怕耽误了 诸位英雄的前程 所以准备了一点薄理 请各位另谋高就 将来发展好了 我也去投奔你们 这句话呢 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语言啊 意思就是 王伦跟朝盖说 亲 你能来找我 我特高兴 可是我们梁山 房屋有限 物价飞涨 地处偏僻 连送外卖的都不来 你在这就耽误了 要不然 你们到别处去创业吧 将来你们公司上市了 把我们也收购了 我也愿意跟着你们干 大家想一想 这个王伦啊 他真是一个挺虚伪的人 王伦的这一番表态 激起了大英雄 林冲的怒火呀 林冲 嗷一声就蹦起来 一拍桌子 满桌子酒杯乱跳 林冲说 你这个济贤度能的小人 当年我上梁山的时候 你也是这一套 房子少 粮食少 让我也走 今天这几位英雄来了 你也是这一套 梁山就是你一个人的吗 你怎么敢做 这种无耻的事情 林冲一边骂 吴庸呢 做了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捋胡子 这是提前定好的暗号 吴庸一捋胡子 这边英雄们就行动了 朝盖和刘唐一左一右 夹住了王伦 不让他跑 阮氏三雄呢 摁住了杜谦宋万和朱桂 不让他们乱动 这边呢 公孙盛和吴庸就给林冲拱火 说林教头不要动到 不要动到 林教头不要火病 林教头千万不要伤了王头领的性命 就给林冲拱火 越说林冲越急 最后林冲拔 随身的利刃就掏出来 点着王伦的鼻子就说 你这个笑里藏刀 言轻行拙的人 我今日绝不放过你 眼见林冲要下刀 王伦就大吼了一声 我的心腹在哪里 每个领导都有几个贴心的人呀 可是王伦这个人就没有贴心的人 喊了一声心腹在哪里 周围的好汉小喽啰都在这站着 没有人更进前一步 林冲二话不说上去 手起刀了扑枝 将王伦当场捅死 接着满山的小喽啰 小头领扑通都跪下了 愿给英雄牵马坠凳 我等皆愿归顺 这事就这么办完了 各位掰着手指都算一下 朝盖 吴用 公孙胜 三软加刘唐 再算一个林冲 一共八个人 梁山上的那些头领小喽啰 可是七八百人呀 八比八百 就这么就夺权了 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 替王伦说 替王伦争 替王伦讲 替王伦打 都没有 所以我们感叹 王伦这领导 当得真是特别的糊涂 没有能力 没有境界 没有胸怀 没有感召力 没有自己的队伍 他什么都没有 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 那关于这个感召力呢 我特别喜欢 孙子兵法当中的一个说法 四个字叫上下同欲 我觉得这是感召力的核心 我们为人处事 都应该明白 这句话背后他的深意 什么叫上下同欲呢 上是上级 下是下属 欲是动机和想法 所以上下同欲说的是 领导想做的事情 也是群众想做的事情 用群众接受的指标 考核群众 用下属接受的办法 管理下属 把我想做 变成我们大家都想做 把我要行动 变成我们大家都要行动 这种把我变成我们的思路 这才是团队做事情的大道所在 所有人问我 老师 什么是管理 其实管理就是 第一找到一个目标 第二找到一群人 第三把我变成我们 把我要实现这目标 变成我们大家都要实现这目标 这事不就齐了 那把我变成我们的过程中呢 首先要有感情的沟通交流 你得真心关怀他们 爱他们 第二呢 要有文化的建设 得有理想信念价值观的输入 王伦在这两方面 有没有 他都没有 水浒传对于王伦呢 有一个简单的评论 两句话 叫做 量大福也大 鸡身祸益身 什么叫量大福也大 一个人如果胸怀宽广了 他的运气和福报一定会好 每天都会有好事发生 宽容的人生活质量是非常高的 那什么叫鸡身祸益身呢 凡事都动心眼 鸡毛蒜皮 来小事都得玩个心急转个轴 这样的人一定会遇到各种灾难 会被自己的聪明给整死的 所以呢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总结 宽容是宽容者的通行证 心急是心急者的慕之明 凡事不能太懂心急 宽厚一点是比较好的 王伦死了以后 无用在雪破中拉过一把椅子 请临冲坐梁山头领 这叫欲擒故纵 临冲当然不坐 再三推让朝盖来坐 最后拉着满山小喽啰 硬让朝盖坐 梁山就重新排了座次 第一名托塔天王朝盖 第二名智多星无用 第三名入云农公孙盛 第四名豹子头临冲 接下来是刘唐三软 杜谦宋万珠桂 水波梁山呢 有惊无险以最小成本 完成了权力的交接 这一次啊 朝盖挺高兴的 躲过了生命危险 逃避了追杀 有了一个收留的地方不说 而且还有了团队 有了事业 而且更进一步 自己还当了老大 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生活当中 我们发现 有些人能给自己的梦想插上翅膀 我们把这种人叫做超越的人 有些人呢 他做梦能梦到翅膀 这种人叫做满足的人 有些人呢 他没有翅膀 但是他就认为 吃点红烧鸡翅 过两天我就能飞了 这种人叫做愚弄自己的人 大家看我们现在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人 看了两本励志的书 学了学互联网创业秘籍 听了两回成功学培训 他就认为自己可以乘风飞翔了 而且有一个经典的说法 说站在台风口上 那猪都能飞起来 确实能飞起来 可是万一飞到屠宰场 飞到肉连场怎么办 所以实际上呢 盲伦这个人呢 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他做了一件 他自己根本不懂的事 就是他根本不懂 什么是领导 怎么去增加自己的权威 可是他必须要去做 这样就把自己做死了 有人说我们这个年代 机会遍地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 有鱼饵的地方就有鱼钩 有风景的地方就有陷阱 实际上 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保持一个前提 这件事情是你懂的 你要不懂的你就别做 你看我身边的 有很多同学们 都在搞互联网创业风起云涌 每次请我去做创业指导的时候 我都问他第一个问题 这个领域你懂吗 第二问题 在这个团队中 你要坐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你懂吗 领域也不懂 位置也不懂 那不就死了 王伦作为一个秀才 江湖的事一点都不懂 领域不懂 在梁山又当老大 这个位置当老大怎么当 他懂吗 他也不懂 所以是领域也不懂 位置也不懂 最后懂的一声 就掉井里边颜色 王伦属于 我没有翅膀 我也不让有翅膀的人 参加革命 我就这么着了 他是典型的衰退领导 人生的悲剧是什么呢 不是一个人没有事业 而是事业还在 这个人他自己没有了 你看 偌大一个梁山还在 谁都是顺风顺水 未来很好 只有王伦被淘汰了 因此有人跟我说 老师 这个我这两天提职了 提职是不是好事呢 不一定 你要有神器 你还得有底气 这风光无陷确实很神器 客人有底气吗 如果没有底气的话 体制这件事 就会成为灾难 所以我们古人有一句话 叫德不配位必有灾阳 一个人的自我修养 如果跟他的职位不匹配的话 那么灾难一定会发生的 新领导上任 为了加强团队管理 往往会采取一些 新的管理举措 朝盖当上了新的梁山头领 面对王伦留下的一个管理踪散的烂摊子 他会想出什么加强团队管理的办法来呢 朝盖在获得了梁山这个领导权之后 他还做了一件特别漂亮的事 这件事稳定了军心 增加了凝聚力和号召力 就是取得领导权之后 立刻组织英雄啊 下山去 拦路抢劫 杀富济贫 结果呢 朝盖呢 给娄罗们定了两个规矩 第一 只要钱不要命 第二 不抢穷苦老百姓 杀富济贫 这其实在给小楼罗们进行文化教育和文化培训 等到把这个钱呢 打劫上山以后 朝盖把金银珠宝分成两半 一半头领们分 另一半小楼罗们大家一起分 所有的人一起共享胜利的果实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这个呢 就符合我们前面所说的上下同欲 我想的事也是你们想的 你们想的事也是我想的 朝盖 首先告诉兄弟们 我们 有肉一起吃 有酒一起喝 有钱一起分 满足这些梁山 普通员工 普通基层干部的基本生活需求 通过这件事 使得新的这个团队 对领导班子的信心也增加了 对领导班子的认同感也增加了 在前面我们讲到 一群人在一起干事情 有组织就是团队 没组织就是团伙 所以梁山以前就是一伙人 现在才是一队人 为什么呢 他开始有组织了 朝盖安排刘唐做少探 让三软的负责水军 这珠贵专门开个店通风报信 无用呢来做军师 这杜谦宋曼的各首一战 你看梁山这分工就有了 岗位分工 流程标准 这永远都是做事情最基本的东西 有了这个认同感建设 有了这个制度建设 又有了这个上下同心 这个利益的分享 梁山这个团队 恢复了平静恢复了稳定 这一日啊 朝盖跟吴用 正在看风景 喝茶水 谈人生谈事业 突然传来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呢 宋江宋公明在江州 受了奸人黄文炳的陷害 已经被判成死刑 并且连累了神行太保戴宗 两人一起要开刀问斩 本来啊 这个江州之府蔡九 是准备把宋江压界到东京汴凉的 但是怕一路上夜长梦多 决定就地问斩 这件事可大了 江州离梁山远 而且那个地方 既没有群众基础 也没有事业伙伴 朝盖一咬牙决定 英雄巨翼讲的是一个翼字 锦上添花的是一般朋友 雪中送炭的 那才是生死之交 兄弟现在有困难了 我们就是豁了命也要帮他 所以朝盖拍板决定 水泼梁山 全火下山 要去搭救宋江 朝盖救宋江 能不能救成 咱们下次再说